就我們是考製造啊 所以我跟連邦會自己架船 之前考了一個港間 就是在港內可以行駛的執照已經考到了 那港間的就是我現在到澎湖港這樣子去開的 那也要考過 所以我們就順便把小孩也帶上船 因為那船是可以駐人的 那這樣開船的行程要多久啊 從看完北海小英雄之後 會開 不行我要在每一個劇中間都要卡 我會像北海小英雄像開船大概三天之後 然後到那邊知道北海小英雄的新聞之後 就回來室內課好像一天半 然後來回才三天 因為我們沒有要玩 我們不是開去那邊 咱光光不是就是去了馬上就回來 我完全是當北海小英雄 像我們其實有在總結說 到底這樣的旅行 我們對他們的生活或是教養有沒有幫助 因為我們整個出發是為了小孩 所以如果這件事反而是反效果的 我們就會停止 但後來就發現其實正反都有 那我們想辦法把反的就是彌補起來 譬如說他現在開始有點覺得常常可以出去玩 所以他的專注力就比較不夠 他沒辦法 因為他會覺得 就又要開車出去又要幹嘛 所以我接下來會把行程就是定在一個地方 讓車子就是停在某個地方幾個禮拜 這樣他們就會覺得車子是一個房子的感覺 然後他就可能比較穩定一點 然後另外就是禮貌 禮貌可能也有一點 因為我們常常去拜訪別人嘛 交朋友啊 那別人一定會覺得就是很管代我們啊 會覺得來啊來啊來啊 就是對管教上不可能去罵別人小孩或什麼 所以他們就可能在我們眼皮看不到的地方就開始撒野 也不知道就發現 這這傢伙怎麼 所以我們也會開始去去注意這個事情 預計大概在一年吧 在他國小之前會是這個階段 就我們可能會是一直移動的狀態 或是一直在去 因為他上國小之後就會進去到一個 比較要吸收更多知識的狀態 我們有考慮自學 但等我們去了解說發現這自學真的太硬了 我們都不是這種體質的父母 所以就啊算算算 所以再去想辦法 我們最近天氣也變成熱 往高山走 而且我們車子也裝了 就是之後那個影片都會出來 就是我們也裝了駐車冷氣 不裝是沒辦法活的 所以被害小英雄 沒有看到你 沒有看到你啊 我們其實做這個的規劃 完全是以生活為主 就是我生活怎麼樣我就分享什麼 就不會想要為了拍 所以我們全家去配合 因為我這樣做的雷媽就一定敲我脖子 所以我就只能反過來說 好好好 那我們現在想怎麼樣 那我來想辦法拍 我來想辦法說故事 那你們就為了舒服就好 現在滿好的啊 就我們也是先試試看嘛 就出去看他的腦累狀況 然後看他體力狀況 後來就發現可以 才開始準備有比較大的 繼續的計畫 我比較擔心的是 就是有10%的機率復發嘛 就如果他有一個什麼心律不整 哇那個真的很可怕 那個是最危險的 其他這傷口的 到現在真的已經好了 有醫生就說去吧 都說一個月才能喝酒喔 對 就是叮嚀這種東西 他剛解禁 但其實雷媽 真的 就是有小孩之後就比較少 對 他年輕的時候大概喝太多 所以現在就是 就是有小孩之後就節制